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河南行阳的陈大爷今年七十有八 如今农村搞城镇化建设 陈大爷不再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活 儿孙都外出打工 老伴也去女儿家帮忙 平常日子里陈大爷一个人就是和街坊们下下棋打打牌 听听评书打发时间 陈大爷最爱听隋唐演绎 特别喜欢陈咬金这个隋末农民起义军领性 守执板斧行侠仗义的故事 2013年十月这天一大早 陈大爷喜滋滋地往银行走 原来孙媳妇在医院待产 要给他添个虫孙子 眼瞅着要当曾祖父 大爷喜行余色 怀揣着取出的六千元钱 兴冲冲地走出银行大门 迎上来的中年男子干部模样 说话很客气 打听大爷哪里有合适的铺面 他要开店收粮 大爷看男人文质彬彬的 很有好感 就和他攀谈起来 大爷和粮食厅的干部 边走边聊 越聊越近乎 没走几步 过来一个女人 女人说 自己家盖房子挖出了这枚古币 他跟大爷打听 哪里有收古董的 大爷摇摇头 接连遇到两个问路的陌生人 大爷也觉得意外 他没想到的是 更大的意外还在后头 那个梁氏厅的干部 好像很懂行 他拿起女人手里的铜钱 仔细端详起来 陈大爷对程银银的故事耳熟能详 程银金时期的铜钱到底什么样呢 大爷的好奇心被高起来了 是铜钱 是铜钱 这枚铜钱是椭圆形的 一面写着天宝地宝 一面是宝剑和蛇文 看着看着 梁氏厅的干部两眼放光 叫了起来 梁氏厅的干部说 这个古币是唐代的 流传下来的不多 很值钱 他劝拿古币的妇女 不用打听地方卖了 直接卖给他就行 我给你三千块钱 他也同意卖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大屏幕上 就是大爷看到的那枚 所谓的唐朝古币 看到这儿 您或许明白了 梁氏厅的干部 和拿古币的妇女 不约而同 说古币是宝贝 这分明是在演戏 是骗子嘛 大爷能分辨出来吗 他身上的六千块钱 还能保住吗 梁氏厅的干部提出 他自己身上没现金 这就去银行取钱 他怕拿古币的女人不肯等 拜托陈大爷跟女人聊会儿天 于是陈大爷和妇女 在银行门口 开始把玩这枚古币 不一会儿 旁边又过来一个男人 他凑上来看了一眼 也是嘖嘖称奇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他说的话让陈大爷听进去了 他没想到这枚古币这么值钱 男人说了 他愿意出高价 两万元买下古币 陈大爷这次是彻底看呆了 一眨眼的功夫 古币还没一手 就从三千元涨到了两万元 就在这时 那个粮食厅的干部 取钱回来了 就这样在陈大爷的眼前 好戏继续在上演着 主角有两个变成了三个 梁氏丁的干部很稀罕古币 他主张先到先得 可后来的男人说 谁出的价高谁得 双方争执不下 持古币的女人似乎也左右为难 僵持中 梁氏厅的干部松口了 提出两万元 他也拿得出 但还得去银行去 他怕女人反悔 再次把陈大爷拉到一边 要求大爷给当个证人 等古币弄到手 给大爷点好处 举手之劳 还能有好处费 对作证的事 陈大爷没有拒绝 那个梁氏厅的干部 又进了银行 这次去的时间 似乎有点长 半路杀出的这个男子 和大爷攀谈起来 男子出了个主意 自己身上现金不到两万 希望和大爷凑个整 先把股币收下来 再加价五千 转卖给梁氏厅的干部 大爷可以分得两千五百元 陈大爷一算账 钱只是倒下手 就能有两千多块钱的好处费 势必划算的买卖 加上拿股币的女人煽风跌火 陈大爷痛快拿出 自己身上的六千元钱 和后来那个人凑了凑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妇女把股币交到大爷手里 大爷满心欢喜 拿着股币 找粮食厅干部去了 这个时候大爷意识到自己是中了圈套 自己从戏外人变成了戏中人 被那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和同伙给骗了 旁边有人提醒他 那几个人是坐着一辆黑色轿车逃跑的 其实陈大爷遭遇的是一种典型的街头诈骗 类似的诈骗案件我们说过很多 有用这个假金龟的 假香炉的各种假古董做诱饵的 只不过这次换成了假古臂 受害人成了陈大爷 骗子为何得手的事呢 等会再说 先看看嫌疑人能否被抓获 大爷的钱能追回来吗 嫌疑人开的那辆黑色轿车 成为警方破案的关键 在银行门口的监控录像里 警方找到了作案人开的黑色轿车 通过追踪车辆 二十天后在河南许昌 一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这就是那个自称粮食厅干部的人 他是个江湖老手 已经因诈骗三进攻 诈骗陈大爷的嫌疑人说 他们原本在街头随机寻找目标 后来摸索出门道 就专门在银行门口 蹲守取钱出来的老年人 陈大爷走出银行门那一刻 他眼前就一亮 他们的仓户戚 看起来很寒厚 感觉到他去的有钱 然后去的有钱 就现在就接着头 在打仙 然后一个就是 两年上火 就是说打仙差不多 说了差不多了 就上火 就是油温的口气 这个人会收着 就会有没有收股币的 收股币的地方 嫌疑人说 之所以选择陈大爷这样的老年男性 是因为他们大多 对古董文物什么的感兴趣 那么骗子用来骗人的 程咬金时代的股币 到底是个什么物件 值多少钱呢 那是古代的吗 当然是古代 那等于说你买的时候 很清楚多少钱买来的 看来是几块钱 几块钱 你也管是厂城的 对对 警方调查得知 这个天宝地宝铜钱 是民间制作用来镇宅的工艺品 跟程咬金扯不上关系 也不值钱 除了古币 这个团伙也用过其他物件 进行诈骗 还有其他东西 就是买的那个 假东西 比如说 或者这个 降入了其他东西 欣慰的是 因为警方破案及时 陈大爷被骗的六千元钱 也追了回来 陈大爷中的这个圈套 技术含量不高 三个人在他跟前演了一出戏 先过来一个人搭讪 建立起信任 第二个女人上来 行话叫上货 也就是假孤董上场了 然后第二个男人半路杀出 过来搅和生意 营造气氛 制造矛盾 结果在好处 费诱惑之下 大爷中计了 下面呢 在河南行仰 有位李大妈 近期呢 也遇到了闹心的事情 大师断言 长子将有不测 神医出手 灾难即将破解 留守老人 为何屡屡成为被害目标 别人跟自己聊聊天啊 马上就产生了信任感 半路杀出程鸟金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李大妈今年53岁 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 老伴在工地帮忙 这天 大妈出门给老伴送饭 半路上遇到一个中年妇女 大姐大姐 半路找人 她就在这一片 她哥有病 没病去医院里看不好 她就说 老婆八十多岁 她会看这病 打听老中医的妇女 一脸着急 李大妈是个热心肠 就跟她边走边聊 没走多远 过来一个黄头发的女人 她就说我知道 就在这 走吧咱啥一块去吧 就在那 黄头发女人说 自己找神医看过病 可以给大妈带路 还说 这个老中医不得了 不但医术高明 还能未卜先知 大妈听说 有这样的神医 不免好奇 李大妈没啥大病 但是小毛病不断 也想找神医看看 三个人往前走了几步 在对面小区里 出来一个年轻女子 自称是神医的孙女 神医的孙女说 哥哥家里坐满月酒 不方便外人进 他进去跟爷爷 禀告一声 没几分钟 神医的孙女 从楼里出来了 面色凝重 原来不一会儿功夫 神医已经算出 李大妈有两个儿子 而且大儿子是个长途货车司机 在一百天内 必然有血光之灾 李大妈确实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真是开长途货车的 很少在家 小儿子在外地当兵 听说大儿子要有血光之灾 李大妈慌神了 这时候 神医的孙女出来安慰他 拿多少钱拿多少钱 他说你家有多少钱拿多少钱 他说还给 还给是吧 他说来是 把他演员 就是叫他看看 叫你一烧香 叫他一看 你是这钱 表示你这 还是成心成意的心意 如否还给你 李大妈想到 家里有五万存款 就打算回家去 黄头发女人马上说 自己是开车来的 车就在旁边 可以帮忙带她回家 李大妈回忆说 自己是晕乎乎的上了这辆黑色轿车 开车的是个小伙子 车很快停到了村口 李大妈开锁 进了家门 李大妈拿出了存单 黑色轿车又带着大妈到了银行 大妈很快取出了五万元积蓄 这些钱由李大妈省吃钱用打工赚的 更多的是儿子孝敬的 神医的孙女说过 这个事情跟谁都不能提 大妈跟中了鞋似的 完全是听人百步 李大妈从银行取钱出来 又坐上了黑色轿车 开车到了神医家楼下 李大妈照做了 钱给了神医孙女 回头走了几步 边走边数 越走 大妈越沉不住气 层层伪装的骗子到底在哪里 在乡亲们面前 谁低下了头 半路杀出程咬金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李大妈遭遇的是典型的冒充神医 消灾诈骗 这也不新鲜 我们节目当中也播出过很多次 这起案件当中 三个妇女先后出现 分别扮演问路的 带路的 还有神医的孙女 还有一个是开车的男性司机 四个人合谋设下陷阱 整个过程不过半个小时 大妈的五万块钱就不见了 这起诈骗案件 嫌疑人开的 也是一辆黑色轿车 警方通过银行门口的监控摄像头拍摄的画面 发现这是一辆东南零帅轿车 警方分析 驾车来诈骗 肯定不是行阳本地人 于是在进出行阳的各个高速路口查询事发后 往来黑色东南轿车 通过排查高速路出口拍摄的车辆照片 警方锁定了嫌疑车辆 最后咱们就确认了这辆车的车牌 是属于咱们河南省许昌市 预客的车牌 警方追踪到了这辆黑色轿车的行驶轨迹 他不走直接到许昌去的高速 他先到洛阳 然后从洛阳下站之后 然后沿原路返回再走其他高速回许昌 他这个就是说有一定 对对对对 20天后在河南许昌 警方将诈骗李大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这个黄头发的女子 就是带李大妈去神医家的女人 她叫秦晓娜 43岁 这个秦晓娜无业 平日里好意勿劳 就和同村的几个人 想用神医消灾的方式骗人 那天从李大妈那得手后 他们如法炮制 到洛阳 又骗了一个大妈一万多元钱 钱还没午热 几个人就落入了罚网 警方帮李大妈追回了三万多元损失 一号嫌疑人出现之后 他除了就说 勾起这个老太太 对这个大师的这个 对兴趣之外 他还肩负着一个责任 就是通过搭讪聊天 从侧面了解这个老太太 家里边的一些基本情况啊 这个嫌疑人二号 听到了这些东西之后 要把这些东西信息通过这个手机 然后就联系这个大师的孙女 这个在老太太这儿就显得就是神迹了 秦晓纳说 他们这种冒充神医消灾诈骗 面对的都是农村的老年女性 那他们针对的一般是什么样的人群 老人单独一个老人在家 这种留守老人 这个年轻人不能经常回来看望父母 而这个父母呢 又比较担忧自己的儿女平安 这个跟老年人呢 主要是他这个年龄有关系 好多老年人呢 这个就像这个 有封建民进思想 什么花钱消灾啊 什么的 这个给孩子这个祈求平安啊 等等 犯罪分子容易比较老年人的这种心理状态 进行诈骗活动 李大妈当时对神医消灾的圈套 为什么没有一点防备呢 您咱听过这样的事吗 没有 他就是一付我钱 他说话能啥 我都听着都不当年 就跟着他就走 你们这听说过有什么神医消灾吗 听说过 谁都硬定吗 李大妈没听说过神医消灾的诈骗手段 加上迷信思想 又受到惊吓 完全蒙了 而被假古董骗了的陈大爷跟记者说 自己这辈子也是头一回上当 那这个我还是头一出 还第一次遇到 就是说做后来 后行 什么 啥也不出 行阳市人民法院的法官介绍 陈大爷李大妈遇到的诈骗案 看似骗局不同 方法也各异 但却有着一些内在的联系 因为被骗的两个老人 都是农村的留守老人 神医消灾诈骗 骗的是老年妇女 而假古董则是针对老年男性的 留守老人屡屡被骗 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 李大妈的大儿子开长途车很少回家 小儿子在外地参军一年一见 老伴儿白天外出打工 孙子也上幼儿园 他身边缺说话的人 那你想当时如果能跟孩子或者是人家里商量一下 应该也不至于这样 应该回了一趟家 他们都不可以啊 陈大爷独居多年 平常就是和老邻居们下棋 打牌 看电视 听评书 事发后 怕老人寂寞 孙子和媳妇带着孩子 住了过来 农村老人文化水平低 辨别力差 加上经济来源不多 容易贪图小便宜上当 事发后 李大妈的老伴儿怕他再被骗 剥夺他手中的财政大权 陈大爷不光听评书了 而是到处现身说法 逢人就讲自己的遭遇 据有讽刺意义的是 诈骗陈大爷的这个嫌疑人 告诉记者 他父母也都八十多岁了 自己诈骗得手后 对自己的父母 却一再提醒告诫 给他们说 不管该危险 语言啥事 谁给你们答 就是答话 不要理他们 那时候科多就是说 丢人坠的 老怕就丢人坠的 丢这个收拾的 都是假的 都是他约束叫敲酒的 我说千万别 就是说别爱菜 重要是关键 重要是一句 别爱菜 他就是不谈欠的人 他都不关 是谈欠的人都不关 今天来到演播室 参与讨论的是 中国政法大学的 阮麒麟教授 欢迎您阮教授 你看李大妈和陈大爷 他们被骗了 但是这钱被追回来了 还算不错 为什么这些老人 尤其留守老人 很容易受骗 这个骗子 他对老人的心理 有相当的研究 甚至于他们专门 有设计这种骗局的套路 他都经过一定的演练 留守老人 一方面主要是比较孤独 所以说遇到骗子来打善的时候 他往往跟他就答话 另外一方面就是年纪大了 判断力也比较差一些 还有个老人一般都还有一点钱 确实做出局来以后 也容易使他人上大受骗 但就是提醒老人 就是时刻紧急一点 凡是让您从兜里拿钱这事 就一定要提高警惕 对 陌生人去答善 如果谈及到钱财的问题 一定要保持警觉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 我们认为 那么我们应该对老人更加的尊重 应该加强对犯罪分子的揭露和法律上的惩治 老年人多看法治节目 多听专家点评 一定能有助于提高警惕 那么为了防止老年受骗 受理这起案子的新阳市法院 他们把审理李大妈被骗的案子 他放在了田间地头公开审理 诈骗李大妈的秦晓娜 在乡亲们面前接受了法院的审判 几百村民前来旁听了案件 我们注意到 旁听审判的很多是一些留守老人 旁听席上还有一个特殊的观众 很多犯罪分子就利用了留守自己 留守老人 留守子女的 咱们的一些生活的困难 和家庭的一些特殊情况 来进行犯罪活动 比如说这个案件 很容易用很低级的方式 就把这个老人 他父母的几乎填走 河南市人口输出大省 全省百分之四十的家庭都有留守人口 一亿人口中有两千五百万青壮年外出打工 留下的老人 小孩 父女 都是弱势群体 农村老人的务农所得微薄 存款主要是儿女孝敬的养老钱 一旦被骗 身心俱疲 这是行阳市的一个城乡结合部 农业人口占一半比重 这次行阳市人民法院的法官们走进社区 进行反诈骗的宣传 对留守老人来说 儿女不在身边 没法及时沟通 为此河南法院想出了法官下基层的办法 我们基本上现在每一个村都有法官村长 就是法官 对 法官到经常跟村里建立固定联系 在当地公布电话 如果我们都给老年人讲 经常通过案件给大家公布以后 老年人 包括留守妇女 如果遇到生活中的突发事件 自己拿不定注意的时候 可以给法官联系 现在有这样一个说法 有问题找法官村长 希望这些法官村长能为留守的老人 撑起一片法律的保护伞 当然了 留守老人内心都比较寂寞一些 也希望我们能更多的孩子多回家看看 去慰藉一下老人孤独的心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验说法 也感谢阮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节目 再见